我想劳动权益跟劳资关系 其实从工业革命以来到今天 都是一个很难解的习题 特别是我们现在情境非常的不一样 进到数位化的时代 然后高龄少子化 所以因为这个劳动情境跟条件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像我自己都常常在讲说 我自己都是每天都在自我剥削 因为台湾社会大家都追着世界跑 然后越认为自己越有动能 其实越会自我剥削 然后相对应的 你的周边跟你一起合作的这个伙伴 就生活在这种情境里面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当然除了集中在分类的标准之外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议题 就是透过这个资讯的揭露 但是问题就是刚刚我想 新教授跟黄教授都有提到 其实这个资讯的揭露 也牵涉到我们开放民主社会的这个机制 那社会沟通 还有刚刚谈到的自我剥削 已经形成是我们的劳动文化 然后再来刚刚新教授讲的 我们的劳动者跟消费者是 我们自己就会人格分裂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些 不是除了法律规范可以解决的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在场的三位贵宾 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 可以接受一些问题 那我们先搜三个问题 然后再请三位讲者回答 然后接着再进行第二轮的发问 不晓得现场的来宾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或者是问题想要分享 下午的第一场挑战度都比较高 不过我看大家都还算蛮用心的 是好 周桂田老师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议题都涉及到 劳动权益 还有绿色金融 其实是的确是大家关心 但是其实它牵涉到一定的比较复杂的议题 我先抛转请教一下黄老师跟品隆兄这边 其实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下一场其实就是请了ILO的代表 那他们就是国际劳工组织跟联合国发展署 去年就发表了一个finance just transition 其实也在谈绿色金融怎么促进公正转型 其实也是劳工部分 那现在我们国内面对的这个 无论是这个欧盟的社会永续分类标准 或是这个禁止调查 我知道现在经济部有成立一个 就是禁止调查 我们俗称的供应链法案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小组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一个是我们的法制架构 如果说刚刚两位都有提到 我们的劳动法令都比较完整 那这个部分会再促进我们 怎么样法规跟政策的改变 第二部分当然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全国产业工会 他们应该是针对这个最新的趋势 要提出工会法的修正 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刚刚 应该是新老师刚刚没有结束的 没有时间再讲的部分 就是说尤其我们的工会法 我们的工会的这个cover的比例非常低 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就冲击面一定会到 因为它是国际要求台湾的供应链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的工会的这个覆盖率又低 我们的劳资谈判的这个架构又没有完全出来 那大家又不太 就是私邦跟劳邦也不太适应这种对话的机制 所以这个地方 无论从法令 从政策执行 然后从工会的工会法 或是工会的角度 这几个部分 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就请教你们 谢谢 周老师的问题已经很多了 那我们再拿一个问题好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台湾公共地方创生协会理事长蔡文怡 想要就叫那个董次长 就是说因为 以前台湾公地方创生的政策 其实是鼓励年轻人返乡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说返乡可以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做连结 那因为多数我们辅导的这个青年返乡 可能都是到偏乡去 也实难想象 目前有社会住宅 所以就这个部分 刚刚听到次长的分析的话 想请次长可以再多做说明一下 让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更多的会员分享 谢谢 两个问题已经cover我们三个讲者 还有一位小姐 后面的小姐先举手 好 你对 红衣服的小姐 你好 我是台大人类所博士王乃文 那就是关于新老师有提到 就是这个工会的部分 其实就我自己目前的观察 其实台湾这几年在相对的 比如说高教或者是医生医护 然后机师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慢慢有在组织起来 因为整体劳动条件的恶化 其实促成这些所谓的相对高阶的白领阶级 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就业市场 其实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台湾的整体工会不足 当然是来自于它历史上的压抑因素 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 因为现在带头组织或是带同罢工的 其实都是这些所谓高薪的这些劳动者 那要怎么样促成 就是在社会的氛围内 可以意识到我们同事受薪者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您所说的这个劳动教育的努力 那现行其实职业工会里面 其实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制度 那促成了其实职业工会在整个工会的运作里面 并没有非常好的运作条件 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体工会发展相对消极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也想就教于欣老师对于这个部分的看法 谢谢 好 我们等一下第二轮好不好 先让那个三位讲者回答一下 谢谢各位的提问 我大概讲一下 首先那个周老师所讲的 我觉得法律上要再去补强 我觉得真的不值很多 唯一有就我刚才讲的移工的部分 我还顺着把刚才讲的地方 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整个家事劳动 都没有拿到劳基法 那没有拿到劳基法的情况底下 本国籍外国籍的家事看物都没办法受到权益的保障 那好不容易 但因为为什么没有拿到的原因 是因为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公使的规定 家事老公感觉很难做规定 所以当初在定最低工资法之后 有考虑到一体适用 可是一体适用的结果呢 可能目前说经济比较弱势的家庭 他在请外级看物的时候 他的成本就要大幅增加 那这如果没有钱去补贴他的话 那可能就会产生他没有照顾人力可以使用 所以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突破 就在移工这个部分 我们在移工这个部分 包含自由转换雇主 我们现在不准移工 在台移工自由转换雇主 这是一个非常servory的 是非常的 被人家为国外讲 这是个农工制度 那所以这部分 我是觉得可能未来的修法 可能就往这个方向去走 其他我倒不小 觉得修法这部分 比较没有很大的要求改善 至于提到的工会法的修法 那他们现在目前有个诉求 是说 包含这次台美的谈判里面 美国那边也提出一个诉求 就是我们现在是规定 30人以上一定要成立工会 他们说这门槛可不可以降低 但我觉得是个假议题 纵使30人以上要组成工会 我们目前很多符合 符合这个条件的 也是没有工会 所以透过这个要来组织工会 我是觉得 要来就是说 因此而有所改善 这种所谓的记忆老师关系 我觉得是困难的 而且全产总包含 这种全产总的理事长 都是很好的朋友 全产总它有个特殊性 他们里面 台湾现在很多的工会 它的成员都是国公营事业 国公营事业 那他们的思维 跟一般的 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先做这样的回应 那当然也就会 echo到刚才您又提到的 基本上 你刚才提到高教跟医护 他们会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 尤其高教 高教一直在争取 能够纳入到 劳动基础法的保障 他们基本上 不见得受到 劳基础法的保障 我刚才讲过 当劳基础法保障 我们越周延 然后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 越完善的时候 劳工对工会的需要 就会降低 那当你不给他那么大的 周延的法律保障的时候 他就要强办法去争取 自己的权益 这时候工会的发展 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 大家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确实 我同意你讲一讲的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可是这些人 他会组织工会 是我刚才讲的 他一个背景 另外他们有他们的 像台湾最有 活动力最强的一个工会 是金融业的 在座很多金融业的 我们有全金链 那个是非常 活动力非常强 那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有他们的资源 有他们的资源 可以收取 但是不要遗憾 是基层这个部分 工会的组织率 确实不高 不高 然后当然有 刚才周老师说 我就说 爱欧也好 欧盟也好 一直强调用工会的组织率 用谈理协议的涵盖率 来看一个国家的 基地劳持关系 我觉得对台湾 或者对其他的国家 是很难的 坦白讲 包含我所知道的 美国 德国 他们的工会组织率 也在往下降 也在往下降 以德国来讲 他们本来没有 最低工资法 都是靠团体协商 后来因为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 非典型就业者 没有加入工会 所以他们也开始 定最低工资法 也就用法律来 弥补劳资协商的漏洞 如果这是个趋势的话 我认为可能 这个地方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 相信 要有集体的劳资关系 劳动者的权益 才可以得到保障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 但是在台湾来讲 我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不要有 这么的角色 就是必须 还是不能放掉 所以这是我刚才要讲的 就是或许 劳资关系 工会组织率 团体协商涵盖率 那只是个手段 那我们就看看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我会用别的 更有效的方法去达到 而不见得 一定要把手段当目的 这个可以自己考量 那至于讲到 职业工会的地方 职业工会 我个人觉得 台湾的职业工会 本来一开始就成立 这个职业工会 是政府去扶植的 它本来就不是 在争取劳动权益 它本来就是要 办劳保 办健保 所以现在很多的 职业工会的 二代接班以后 他们有在做转型 他们的转型 是加强对会员的服务 可是他们没有 还没办法去 达到去保障 劳动者的权益 那上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 婚姻刚的人 那个周老师小讲的 台湾现在有个 我们的工会有三个 一个是企业工会 职业工会 跟产业工会 企业工会 属于内部工会 那我们一直觉得 台湾与目前的 台湾劳资双方 在企业内部的 不对等情况底下 我们要靠外部的工会 市场最近几次的 重大抗争 都是靠外部的工会 包含华航的抗争 包含长冬的抗争 是靠外部的 空服员这些工会 也就是外部的工会 它本身好处是什么 它不会 我在公司内部 如果是公司内部的 企业工会的干部 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 不当的 不公平 不平等的对待等等之类 靠外部的工会 来做是会比较好 那我们本来一直期待 台湾的职业工会 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不怪 这些工会的干部 我觉得台湾基本上 我们先问我们自己 我们愿不愿意支持工会 我们愿不愿意支持工会 如果我们大家都 平常都对工会 不是那么容易 我发现我们再举个例子 就要接触 台大当初几年前 为了一个台大的助理 要不要加入适用劳机法 我们发现台大很多叫做出面反对 我就奇怪 那你不一直在告诉 学生要保障劳动权益吗 对不对 所以anyway 我还是要强调 机劳科斯关系的健全 我但是期待能够成立 如果不能成立情况底下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设计 然后达到相同的目标 我想就做这样的回应 谢谢 谢谢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 在法制化 如果以ESG的这些相关的法规 那刚刚一开始提到 欧盟的分类法 它如果是环境的那一块 2020年那个部分是regulation 是taxonomy regulation 那为什么到社会的部分 目前暂时 它没有把它用regulation的位阶去处理 它是先定一个guidline这样子 那后续的那个部分 还在研议中的主要的理由 是因为就是衡量的部分分析单位 他们发现 我这个特别去读一下 他们的分析是这样 就是说经济行为经济活动 那他的这些环境目的 大部分都可以客观去量化 去算 那如果在这个社会面向的话 光光是 就是以一个 光光是薪资水准这件事情 在各个不同国家就不一样 那如果用工会制度来讲也一样 就是各个国家的差异性很大 那国家比这个单位差异性很大了 如果再当到个别企业的差异 那就更大了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我这些大的原则定下来之后 那如果要定把它法制化的部分 进一步去法制化成一个 类似像环境的分类法 再往下社会也去分类法去定 有它的难度 也就是在于各个国家 跟产业个别公司的差异性 所以它就目前是比较倾向 用这样一个比较原则的方式 然后定一个84页的原则 principle 让各个国家 让各个企业产业自行去试用 那以上是先回应一个 就是说大框架上是这样 那也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 我个人认为是说 在这个至少在评级的部分 那国外当然各自有很多的 ESG的Rating的单位 Rating的这些民间的企业 会去做Rating 那台湾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主管机关也算很用心 就是还去做这种 就比如说公司治理评鉴 那未来会扩大成ESG评鉴 那也许快的话今年 慢的话明年 那我们会建议将来在社会面向的部分 那像我们在座很多先进 尤其是我们新老师 我们周老师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多提供一些 一些宝贵的经验 那当然其实也没有错 这个低星指数的威力一定比 高星指数的威力还要强大 不过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要换掉了 那个破坏力非常强大 那一步一步来的话 就是将来我觉得有很多指标 S的指标其实我们有发现 因为ESG很有趣 不同的阶段 它的这个每一个面向 对财务的影响力不一样 那因为金融业 它最后它还是要有获利 那所以这个过去曾经 有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 是G最发威 但是G大家都做得差不多 公司自己差不多 慢慢慢慢 它对财务的影响 没那么直接 就跑到1 到环境面向 但是最近又有发现 环境面向范畴1 大家也揭露得差不多 大家都很努力了 那现在有发现 S的影响力开始出来了 那S的影响力就是 这个真的是社会面向做得好 善待员工等等 有很多环节 做得好的企业 获得超额报酬的机会 真的很多 至少我们在欧美国家 已经在实证研究 在学术上都发现这样的证据 国内是还没 那所以我们会请 那金管会这个也快要推出了 ESG上市柜公司的评见 那社会面向 如果现在的鉴别度 现在的鉴别度 如果不是很高的话 未来可能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些 更有鉴别度的社会面向的指标 然后拿去做这个公司 ESG的评见 我想这个对我们上市柜公司 一定可以 应该是会有一些注意 以上 以上建议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最后就请董次长回应 好 不好意思 我想 其实要简单回应的重点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把地方创生跟社宅 做一个讨论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在于说 大家对社宅的补助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社会住宅并不是仅仅只有指 国家所新建的社会住宅 就是那个住宅量体 我们其实包括包租代管 跟租金补贴 而租金补贴是国家最大宗的 对社会住宅的补助 也就是说 事实上 社会住宅 无论政府在怎么盖 在我们 其实我们内政部的住宅中心 大概已经现在变成是 全台湾最大的建设公司了 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 重点应该还是在于说 我怎么样子透过租金补贴 也就是让更多人 在他选择想要工作的地方 他选择合适居住的地方 他可以透过政府的资金的补贴 租金的补贴 然后住到一个合理他喜欢的地方 至于很多年轻朋友 去诟病了 就是说 这个租金补贴 我去申请不用跟房东讲 然后房东隔年报税之后 发现了 把我怎么样 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都正在处理当中 我们也会跟房东产业 做很多的一个沟通跟讨论 那最关键的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 地方创生的原点 就是 我们希望鼓励年轻人回到在地 回到偏乡 去协助在地的社区社群 去做一些生活的改善 而这些回到在地社区社群的改善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要保证 这些年轻人 他在居住上面 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所以社会住宅里面的资金补贴 一定会在各县市的地方 我们是大力的去推广 也希望做一个结合 那也进一步去宣导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提问 因为让更多人去知道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结合的 那至于说 那个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劳动的面下 不好意思 刚好我之前也担任过台湾劳工政线 特里市长 我其实是要跟大家讲 也其实重点是要跟企业们讲 台湾的社会的少子化 它的威力已经在发酵 大概在六七年前 学校其实 学校端就已经面对 很尖刻的 深刻的理解 那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必须要到很多学校去演讲 去高中生去那边去拉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理由很简单 少子化 所以学生们的选择权 现在变成是 我们用主顾关系来讲 现在学生在选学校 而不是学校在选学生 台大还是比较优势一点 但是像我们中智辈中心大学 这样中智辈的学校 就已经有很大的压力 那更不用讲 这一些年轻人 才2000年之后出生的这些孩子 他们已经逐步进入劳动市场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在过去一年 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们比较少听到 那个失业率的问题 青年失业的问题 可是相对来讲 青年在谈的是低薪 青年在谈的是居住 居住权的相对剥夺等等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企业 没有去体认到一件事实 台湾真的已经进入 高龄少子的阶段 我们的劳动力是远远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整个晋零的过程里面 内政部要去推动 所谓的模组化的一个营建过程 因为劳动力的确不足 劳动力不足 我们除了一方面 除了AI 除了科技技术的辅助之外 其实是企业体 必须要去认知到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子留住 我们培育 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 这样子的高阶的 有丰富创造力的年轻子弟 高薪 我真的觉得 其实发高薪标准 也不是什么不对 高薪100也不是什么不对 鼓励企业大家向上提升 我们用我们好的薪资 去留下我们培育出来的 好的人才 这个国家才会进步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 我30年前台大毕业 30年前我台大毕业之后 我真的没有想过 台大毕业会找不到工作 当时我的薪资就22K 那时候我是1993年94年毕业 我的薪水22K 当时一包乖乖5块钱 2006年我从学校毕业 然后回来台湾交出的时候 一包乖乖20块 然后当时台湾的基本工资 就是被订毛在22K 我觉得是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 亏欠了社会 亏欠了年轻人 所以在过去的八年里面 政府很积极的希望能够提升 劳动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说 企业要跟着政府一起合作 我们把年轻人的薪资 做一定程度的改善 那么我们在积极推动 整个社会住宅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补助 我们的许多的政策 才能够获得最明显的收益 我们让我们的偏乡 也能够获得 这些优秀年轻人的贡献 这个才是这个社会 集体向上的一个关键 谢谢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不过这位先生 你要不要就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就不请讲者回答 是 谢谢大家 现在生不老死的时代了 这一个房子 尽量用利农 利农的东西 我们只要品质 我们要品质 有环保的 有永续 有在循环 利用再生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中老年就业的问题 这个是叫做壮时代 他的历练 他的经验 要长成 不过 这种人到工厂里面 要有农利 长成他的技术 我们要永续下去 第三个就是 刚才有 大家不知道知道吗 蓝料水是 水间机关哪去用 还是交通部哪去用 大家知道 是交通部哪去用 这个好像 不那个 还有那个老 就谢谢你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 之下再请你跟讲者 询问跟沟通 那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几分钟了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也谢谢三位讲者 那我想我们这一场 后面的这个Q&A 已经顺利的衔接到 下一场的核心主题 不过我这里 也还要再做一点补充 就是 其实 这一场的这个议题 虽然集中在 社会永续 但是跟环境永续是一样 就是 环境的成本 跟社会薪资 外部化的问题 怎么样开始转移到 内部化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这一次在谈 社会永续分类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议题 那当然 这里是不是就是 这个金融部门 本身 不论是针对生产者 或者是消费者 其实是 不仅是 社会责任 也是创造另外一个新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 这个机会 跟运作的这个模式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场 会议很核心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 掌声欢迎 感谢三位这个讲者 谢谢